这是第一次他发过来的门诊记录 实际上他这个你看 这个是门诊记录 你隐隐于约看得出吧 这是 这是7月25号吧 对不对 反正这个是25 对不对 这个是7 对不对 7月25号 所以呢 这个 其实是同这个是对照的 就是你看 这是超声噪音吧 这是7月25号 对不对 所以超声噪音是那次7月20号的门诊 所以呢 他来问我的时候 我是问了 我说你门诊 门诊病例有吧 门诊病例没有 那么他说他回去去打印 回到家里 然后到家里来再发给我 我发现这个东西根本看不清楚 你看 看了清楚什么东西 就隐隐于约 这个是7月25号 这是8点08分 对不对 8点08分 男 56岁 对不对 什么科室 对不对 这个内容就看不清楚了 这个 可能是 贾大选超声 马瑞丽斯斯A 对吧 44A 这个基本上看不清楚 所以呢 然后呢 你看到了 所以他通过这一次呢 他就记住了 门诊病例本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下一次门诊 比如说8月4号门诊 所以都去打印了 实际上他上次也是打印的 就是模糊 模糊了他以为这个东西不重要 对不对 你看这个8月4号 实际上是同一家医院 实际上是同一家医院 但这一次呢 都打印了就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想说什么呢 好像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门诊病例本 打印模糊 对不对 因为 我做这个医疗第三方 18年 我反复在微信中 我反复跟我的受众强调 门诊病例本 因为有主诉啊 病史啊 查体啊 这个处理啊 以及诊断啊 这些格式 所以呢 病例资料呢 就是门诊病例本 像这样的门诊病例本呢 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基本上是 没有办法判断 这个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也就是讲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没有办法 给出我的意见 所以呢 已经呼吁了好多年了 所以一定要来咨诊我的时候呢 一定要门诊病例本 同时门诊病例本 对啊 门诊病例本 就是一定要病例本 然后呢 反而老百姓都不知道 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对不对 老百姓 老百姓喜欢听音乐 喜欢大的名头 对不对 我既没有音乐 又没有大的名头 但是反而引起了利益者的重视 所以呢 但是呢 他们又不敢不提供门诊病例本打印 所以呢 故意的 要把门诊病例本这件事给搅黄 那么搅黄呢 这件事呢 他们采取了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不提供打印 你如果病人忘 病人不要求 他就不提供打印 那说起来 你没有要求啊 实际上 法律规定 无论是病人要求 还是没有要求 医者 必须主动提供门诊病例资料 这实际上 虽然病人 老百姓 愚昧的老百姓不懂 实际上是一种监督制度 是对医者的监督 所以呢 有人混水贸易 反正老百姓也不懂 所以不提供打印 说起来 你没有要求 提供打印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是他们第一招对付我 但是呢 现在呢 有些病人也明白了 这个东西呢 是要的 所以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通过第一招 那么第二招呢 就是打印模糊 就是这个办法 打印模糊 你别以为 我这个是催毛求刺 好像得理不劳人 好像抓住人家偶来一次 打印模糊 就做文章 不是的 打印模糊 送过来的门诊病例本的 打印模糊 是经常行 是经常行 大概有10% 所以呢 我不得不怀疑 有人希望通过打印模糊 来规避 医疗第三方 对他们诊疗行为的审视